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对于声音的想象力 其实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建立的 任何的一个声音的来趣 对我来讲 它像是灵感射过来的一把尖吧 因为我从小到大的成长经验头 都是听着收音机 听着音乐 多过于看着图像的东西 虚许多多看过去的资讯在眼前 可是可能只有一个声音 听到你的心里头 我觉得那个部分对我来讲是特别的迷人的 在乐台竞争的音乐上面 如果有那么一小段的旋律 可以陪伴一个人从小学到中学 或者是他来自南部或东部 到了北部念大学 然后四年都在这条线上 势必五年十年二十年后 他突然又听到这个音乐 他就会想起这一段岁月 他的理念大概来自于这样的一个 用音乐 用旋律 用音符 写日记的功能 我记得我先第一个想到的是 是李星云跟雷光夏 因为我确定这两个人还有在做捷运 对于这个通情是有感觉的 那后来我又想到了 那两年 常常入围金曲奖的陈剑琪 然后又想到了 当时也得了奖的光影琴的团队里头的Akem 他大概实际工作天只有三到四个礼拜 然后这个音乐一用可能就是十年二十年不会改 所以我必须去让每一个创作者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跟重要性 然后每个人都很同意也很认同这个做法 而且四个人也都表现出他们那一种很在乎 而且觉得他们生命中曾经有做过这么样一个特殊的案子的那种深刻度 我觉得他们四位其实在最后都给了他们最好的东西 最早把作品交出来的其实是雷光夏 那他负责的是淡水线 他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从他做好第一版之后收到加一把吉他 再说改那个吉他的声音 他至少做了八九个版本了 最后那个版本的时候呢 他还是认为就是声音的频率如果分布不够平均的话 有损这个美感 他就会影响到在乐台上等待人们的心情 收到最后他也满意了 但随性的音乐才确定这样子 星云的板南线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因为他是一个五拍的东西 然后第一个声音一进来有一点警示音 通常警示音我们后面会联想到的东西 就不会是一个很美的东西 可是他做了一个很美的旋律 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这样会不会有点冲突 那我们就亲自去暂停 试一下好了 结果那个效果很好 他这种五拍的方式 自然之于捷运的这种视觉进展上 是对位对拍合得非常好的 所以最后没有改他任何一道音 阿肯是做了好久 给我听了一些我都觉得可以再好一点 可以更好 后来我跟他说你想想看 你做的这个松山新店这条线 上下车最多的是什么样的人 你可不可以做一个有点现代的都会的 可是又跟古典有交错的感觉 这样子的东西 后来他做了一个爵士版的 我们也觉得好聪明的一个做法 太合了太适合了 我记得他是最早就是全部人就马上就说 不用改 他也觉得很match 前期的这个新装中永和线 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奇幻的想象的东西 我们也觉得很满合这条线的性格 也没有做太大的调整 所以最后都是在三四个礼拜 就把这四条线 从创作然后demo到修改到占底测试 到最后final 工作的密度是很紧的 大家觉得可能在等捷运的时候 只听了十几二十秒的音乐 可是其实花了他们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想象的到 一定有些人会觉得 这个音乐我不习惯 那也有人觉得说 好新鲜喔 从来没有想说在捷运里会有音乐出来 可是几个月下来之后 大部分的正向评论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那个正能量比较多的一次的一个回响 对于这件事情的期许 可能没有办法在今天讲 是因为我觉得他必须陪伴大家个好几年 然后你可能出国念了书 你可能搬家到别的地方 然后多年之后你再回来 等捷运突然这个音乐一响 你可能会想起了些什么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才能够说 这个期待是不是变成真的 我从来没有想到可以跟这样的一个计划 有合作的关系 然后自己又是一个广播人 然后也教书教了很多年 教流行音乐相关的一些东西 但是这么生活化的 然后这么正向的 然后这么可以跟城市 还有时代的意义结合在一起的一个计划 如果以后还有类似的 我还是很愿意再继续试试看